俄羅斯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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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項目 納入七人籃球賽 對俄羅斯方面影響很大 因為他們的總統 非常緊張 國內體育運動的成績 他們在冬季奧運會 只獲得三個金牌 他們要切換他們體育總局局長 於是 由於七人籃球賽可以獲得奧運金牌 立即大放之軟 俄羅斯日後的發展 大家會很快看到 下半場開球 藍色衣服是薩摩奧 白色衣服是俄羅斯 暫時比數是七比七 平手 剛剛薩摩奧開了中線球 對方一接到 立即在中間想做一個突破 間接令對方犯規 有力無力立即打開 因為左邊有位球員 有很大的空位 這個打擊做得很好 想交過去 誰知道被自己的球員阻止 唯有打擊過去 到達了 到達了手 外面有一個 左右也有得交 再踩入內線 交出來 這球很漂亮 做得很好 9號就是彭洛夫要賺一賺 引開了對方的球團 先交一次內線 交了內線 令到薩摩奧隊的球員 就不會出去 蓋在外面的球員 做成一個很大的空位 進去 交外面 全空了 入球的就是奧斯卓輸高 下半場一開始 就是三方亞隊 就好像有點未睡醒 這個的加踢 就利用你辣一點 三方亞隊 希望他可以 就快點追回這五分 要不然就是老貓消數 將會開球的就是 白色衣服 俄羅斯 那薩摩奧隊目前 在榜上排了第二位 當然是比這個 紐西蘭少兩分 但這場賽事 我們還未見到他的看家本領 賣爾轉了方向 尼宇接到球 走了一輪之後 左腳踏走位 見到是比三尾爐 比三尾爐立即被人罩住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好球之人 不可以放掉他 立即有兩位球員招呼他 中間可以快球 中間突破 避開了幾個 十二個球員就是 浩濤 誰知道自己被人拿回 不要被他走掉 你被他走掉了 真的很洩氣 幸好老大哥 賣爾回去包一包這個球 他不急著 等待自己的球員 過來支援 才交出去 他右手邊發動了一個攻勢 快一個擲 成功避開了 兩個 前面沒有人 相信這個達陣 實性很痴癌 沒錯 三個大石佬 發奧思華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體力的表現 個人職業生涯 第七十四次的特陣 沒錯 你走過來招呼他 立即給你一個五 彈開了之後 再避開另外一個 別看他的身形這麼重 他跑得挺快 厲害的薩芒亞隊 曾經對著魚欄部隊 馬來西亞 你是大勝多少 你猜一下多少 75比0 幸好還是兩位 兩位數字 會否過百 14分鐘之內 我想很難過百 也挺深的 要很勤力才可以 還沒完 薩芒亞隊 再反超前 追回是14比12 還沒穩陣 帶先兩分 不要客氣了 再入兩球 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對著俄羅斯隊 因為他們也有 他的體能、身形都不錯 雷爾自己做了突破 加得很深 加得很深 被邁爾上來 上來之後 被對方做了一個失誤 但是呢 一輪捉雞底下 給了阿神偷 比沙美奴 就撿到一個球 入賣 比沙美奴呢 現時呢 就是五站之中 達陣最多的球員 有39次的達陣 其中大部分呢 都是在上兩站那裡做出的 這球呢 這個球呢 賣二了 自己設定的時候 有一點老貓 但是不要緊 自己的球員呢 就正在夠勤力 每個人都走過去 最後的球員呢 最後的球呢 落在10號 被沙美奴手上 做了一個特陣 不可以不炸賺俄羅斯 他們的防守 的確真的很穩固 令薩摩雅很難取分 沒錯 因為一對一 身體接觸 例如你撞上去 這一招對他 真的不太醜效 所以薩摩雅真的要 用其他的招數 例如多些傳球 多些走動才行 暫時薩摩雅隊 就以19比12 領先俄羅斯 薩摩雅隊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呢 陣中是沒有主力受傷的 所以他們的陣容是相當完整的 比起紐西蘭選兵折將 他們就優勝很多了 沒錯 這個的確是引誘 尤其是去到 如果真的入到決賽的關底下 就真的很講那個合拍性 那薩摩雅隊呢 做了一個調動的 11號呢 就是伊奧素 很有經驗的球員 入替了 立刻做這個 Fly Half的位置 即是發板的動作 而退了 就是尾爾去了中心 尾爾接到球 尾爾接到球 就向前 向前 踢了一個穴踢 被沙尾奴 去拿 追倒 拿不到他出界了 比沙尾奴有點心急 眼見時間無多 雖然也有 有些分數在手 正在贏 對手 因為他在這組 還有另一個勁女 就是阿根廷 所以他希望 他盡量在每一場比賽 入多些球 德塞圖有好處 因為他們的目標 是總冠軍 比沙尾奴 比沙尾奴 一對一 向著各位走 扯他 連人帶球 順著衝勢 到達陣區 比沙尾奴 在香港 已經是第三個突陣 看看晚鏡頭 在右手邊的一個鬥牛 出來有少許甩漏 但球傳出來傳得很快 兩個場傳之下 已經到了比沙尾奴的手上 他立刻向國球棋 因為他向斜走 其實俄羅斯的球員 比較難保衛 因為他打得很聰明 好,薩尾奴 24比12 就贏俄羅斯 好